大家好,我是新月 人过四十一定要多吃黑豆 今天我们用三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首先准备50克的黑芝麻 50克的黑豆 80克的黑米 不用清洗直接倒入清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现在黑豆已经泡至各个骨气变大了 里面充分的吸足了水分 简单的抓洗一下 洗在里面的灰尘还有脏东西 这个黑米也简单的抓洗一下 芝麻也用同样的方式淘气两边 倒在漏网里面空掉水分 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黑米同样离干水分放在小碗里面 黑芝麻也给它过滤出来 依次摆入盘中 起锅我们先来炒一下黑豆 把黑豆倒入锅中 先开大火用铲子煸炒一下 把水分炒干 这是大火翻炒30秒时的状态 锅中的水汽已经完全没有了 我们转成文明火继续翻炒 把黑豆里面的水汽炒干 把黑豆炒香 这个是翻炒五分钟时的状态 这个时候的黑豆外皮已经起皱了 而是用铲子可以清楚的听到声音 感觉很清脆的样子 外皮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酥皮 像这样的黑豆已经差不多了 先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这个锅就不用刷了 直接把黑米倒进去 用同样的方式先把黑米水分炒干 再把黑米炒香炒熟 现在感觉黑米还是粘在一块的 最后炒到黑米粒粒松散就是可以了 这是两分钟时的状态 我们慢慢观察黑米的变化 黑米在锅中已经粒粒跳动了起来 现在就是微熟的状态了 再翻炒一两分钟即可出锅 倒在小碗中自然放凉 再把白白的黑芝麻放进来 还是老规矩先炒水分 然后再把黑芝麻炒到粒粒分明 两分钟左右炒到黑芝麻外皮焦香 像这样在锅中蓬蓬乱跳和黑米一样 像这样就是炒好了 倒在祖传的碗中备用 开锅再次把之前炒好的黑豆放进来 让黑豆再次回炉重炒两分钟 这次呢是把黑豆的内心彻底的炒干炒出香碗 炒好以后趁热倒在漏网里面 光听声音就是非常的酥脆 用热网过滤一下把小碎渣过滤出去 倒在盘子里面备用 现在的酸黑已经炒好了 我们各自放在碗中自然放凉 下面起锅在里面倒入150克糯米粉 全程开文明火用铲子来翻炒一下 在锅中炒出糯米粉的香气 把糯米粉炒黄 在炒制的过程中一定要用铲子不停地翻拌 这样可以让糯米粉的底部和上面都受了均匀 防止粘在锅底 这是翻炒三分钟吃的状态 这个时候由白色变成了微黄色 还伴随着微微的糯米香气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出锅倒在碗中自然放凉 准备一个破壁机 没有的话料理机也是可以的 把里面的水分全部擦干 如果擦不干的话 可以去邻居家借个吹风机来吹一下 把里面的水汽吹干 常温放凉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黑豆放进来 黑米和黑芝麻粉两次加进来 一次不要加入太多 放入太多的话会出现打不动的情况 黑米也放进来一半 芝麻也放进来一半 糯米粉也给它放进来一半 盖上盖子用心全力给它打碎 如果出现打不动的情况 可以借助一根筷子边搅动边打 只要能打碎就可以了 打好以后倒在一个大碗里面备用 用破壁机打出来的非常的细腻 放在盆中自然地降温 锅中加入50克的鲜牛奶 加入120克白棉糖 开火先把糖液熬制融化 锅中糖液微微煮开的时候 加入一勺麦芽糖 快速用勺子搅和均匀 让白糖和麦芽糖充分地和牛奶 融合在一块 充分融合以后像这样的状态 微微地冒起密集的气泡 我们转成文明火继续来熬制 中途我们慢慢观察糖液的颜色变化 直到把糖液从微黄变成了深黄 再变到焦黄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理机关火把打好的酸黑粉倒进来 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让黑豆粉充分地吸出糖液 充分地搅和均匀以后戴上一个一次性手套 捏起一块放在手心按压团圆 看一下是否能够成形 最后像这样能成形就是可以了 团成一个个的小丸子 全部做好以后我们摆入盘中 好吃又解馋的黑豆丸子就做好了 黑豆的营养已经很丰富了 更合往三黑联合在一块 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黑豆黑米还有黑芝麻的营养丰富全面 可以搜索一下 一次性可以多做一点 吃不完的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存放 可以保存很久都不会坏 吃下去有着浓浓的黑豆香气 还有着非常浓郁的芝麻香味 接着就是黑豆和黑米香了 这样的比例做起来口感不会那么香甜 是微甜的一种口感 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 老人和孩子可以多吃一点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那就收散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 都是非常的好吃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 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长按点赞两秒钟 出现强烈推荐就可以了 辛苦一下 我是秦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